這支部的含流是七少了幾六天 台南神寺也出現了十多這麼多的溫度 對沒有固定出售來十方票給郵便來說 是非常需要人關懷 社會教的啟動了給我們的關懷好有 上午出動了行動物預測來整容台南公空 讓我們的家庭就在這麼含冷的天氣裡面 可以好好洗一個有洗水的辛苦 冷氣團安下 台南天氣是冷氣氣 不過家庭也許會能看到家庭 只穿著薄薄的三口 市府社會教在這星期啟動低溫關懷後 上午是出動一台行動沐浴車 停在台南公空的停車場 今天又放了很多洗身庫的用品 要讓家庭有洗身庫 行動沐浴車的服務讓他們在 譬如像現在寒冬就可以洗個熱水澡 可以讓身體暖和一點 氣象預報的時候 大概我們台南低溫會有低於15度以下 其實我們就已經先預作低溫的關懷 就啟動低溫關懷機制 那就有請我們各區家庭福利服務中心的社工 還有就是我們的委辦單位 生活資料基金會的生活重建社工 外展服務社工 開始做這個低溫關懷服務的部分 那目前我們大概發放物資 預含物資的話 大概已經有大概五六百人次了 社會教統計到去年十二月底 實際在街頭流的家庭有100空一人 大部分都在北区到安南区 社會教委託主任社會好利益經費 每一個拜三上午在台南公園 提供行動沐浴車的服務 下天怕你也要特別方向外套和三套給家庭 當時服務有所要關情務主委 在省心領事可以跟社會叫聯絡 將主委並經分配給每一個家庭 幫助他們賭過一個當天 記者吹吻陳家生北区 蔡宏博德